全程11公里 大约需要26分钟 在北京开车就是一个堵 徐涛 网约工作平台的创办人 2020年才登上 富比市中国30岁以下精英榜 通过我的APP 帮助了很多的学生 家庭主妇 退休的人 都能够在平台当中 预约到灵活的就业机会 李旭恒 国际知名餐饮空间设计师 曾拿下多座德国IF 德国红点设计 日本Good Design Award 但即便两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 征战商场多回 还是不敌大陆长达三年的 疫情防控 在这边创业经商的人来说 就是现在的艰难的情况 就是其实要死是也死不了 但是活着很艰难 应该是比往年的话 就是会将近有一半的 业务量的锐减 广东烧辣店的后厨 车船时间跟打仗一样忙碌 走拍来压花 然后我去吃 我现在就要337了 看起来生意很好对不对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牌子 店内现流50% 这是当下 如果当地突然有一例确诊者 那就是整栋强制关门几天 服务行业是现金流行业 没有内用 然后也没有办法开店的时候 那这个成本还是一样在这 所以其实很多小资的台商是撑不下去的 疫情防控导致大城市招工更困难了 基层打工者无法稳定就业 纷纷回老家 从业人员是要7天的核酸检测证明 才能够持证上岗 可是今天发现了一个案例 所以明天就变成3天 或甚至是24小时 本来可以上班的人无法上班 商家收入减少 支出当然也资助比较 100平米的餐厅 它会以按照每平米的造价8000到1万 去做一个规划 疫情下 纯粹在设计跟装修上 可能也就是在5000以下 打个六七折 很多 对 怎么办 大陆有句话 只要还不死就往死里拼 累才叫活着 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你好 联系方式能不能随时把它添加上 这联系方式现在看不着是吧 对对 某一天我需要它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联系它 让它预约 这是个好功能 这样的时候更方便一点 对对对 于是活下来的台商得更拼命了 巩固大客户快速解决需求 请跑一线紧盯工程 看脚下 走这边走这边 有上一部分的碗片了 对已经上一部分碗片了 我们希望是贴银箔的那种 不是喷漆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缝啊 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 每一个项目进来 我还是很兴奋 就像是一个舞台一样 哇我要上去跳舞了 我能够在大陆在疫情期间 还能够生存 甚至还能够不断发展 正是因为我解决了 很多企业用人的这个缺口问题 对台商来说 挑战不是来自于疫情的变化 而是来自于大陆 长期严格的防控措施 对争产经营产生了 诸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接受变化 迎接挑战 是活下去唯一的路 TVBS新闻陈旭逸 陈向如 北京报道